大膽假设,小心求证,合理质疑,颠覆历史 大家好,我是陈起鹏 今天又来帮各位颠覆历史了 那今天要颠覆的主角是谁呢? 那就是鼎鼎大名的诸葛亮 那说起诸葛亮,大家对他的神迹妙算应该是人尽皆知 不过大家所不知道的是 其实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哦 那在史书里面有提到说 意思是说他不仅身材魁梧 而且相貌堂堂还气宇轩昂 那这样的美男子即使穿越时空来到现代 也应该会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那知道这样的一个帅哥 居然取了一个跟他完全不登对的丑女 那这个丑女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跌破大家的眼镜 那我们就要问呢 这位丑女到底是谁呢? 那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她的名字 那不过在民间传说把她称之为黄月音或者是黄朔 而这位黄朔其实是诸葛亮恩师黄晨燕的女儿 那当时他的恩师对他讲说啊 我有一个丑女 黄头黑色 也就是说他的头发是黄的 皮肤蛮有点黑的 那在当时的审美观来讲 那当然算是丑女一枚 那因此呢 那我想把她嫁给你 那不过呢 他的才能相当的不错 可以匹配得上你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意愿 那当时诸葛亮说没有问题 那娶妻当娶嫌内住嘛 那所以后来他就迎娶了 不过这样的一个帅哥丑女的搭配呢 却引起乡人们的善效 所以乡人们呢 居然做了两句歌谣 说莫学孔明则父 只得阿诚丑女 所以也就是说 诸葛亮在娶这个丑女 其实是遭到大家计讽的 不过有人说 诸葛亮并不在乎 自己的妻子有多美 而是要够贤惠 能够把家里打理得津津有条 所以他也不在乎乡人们的善效 所以就把这个皇夫人娶进门了 那娶妻当娶嫌内住 那是没有问题 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解读的话 或许可以给我们不一样的省思 那有人是解读说 诸葛亮之所以会娶这个丑女 其实是为了他出山一展长才做准备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史书里面有记载着说 他的岳父黄承燕 是刘表的联金 而且还是蔡妹的妹夫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诸葛亮可以搭上这层关系的话 就等于是买了通往荆州上层社会的门票 也就是说他取这个丑女 就是用这个丑女的筹码 来换得他能够一展长才的条件 那当然也有人质疑说 诶不会啊 诸葛亮的家世也很不错啊 你看诸葛家不是有很多人也都担任要职吗 那我们来看诸葛家 他确实也算是名门没有错 不过呢 至少到了诸葛亮这一代 他们家道已经中落 所以诸葛亮才被迫不得已到南洋这边耕田 那个务农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就是说诸葛亮虽然也算是书香门第 但很显然他的条件在当时一般人的眼中 称不上是真正的名门 所以大家不会有给他这样一个重用的机会 所以如果诸葛亮娶了这个丑妻子 那跟黄承彦搭上关系的话 那也许就有机会能够登上历史的舞台 那所以也就是说 他娶这个丑妻子 其实是有个功利目的在里头 就是为了快速能够出人头地 那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解读 是可以被承认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件事情 可能就可以得到更不一样的认知 那就是三顾茅庐这件事 那根据出诗表里面的说法 那诸葛亮有说 所以这也就是后来三顾茅庐故事的由来 那不过呢 同样一件事情 在另外一本史书魏略里面 却有完全不一样的记载 那魏略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说 那刘备屯兵于凡城的时候 当时曹操已经统一北方 那诸葛亮遇见了 曹操即将对刘备用兵 所以呢 特地北上去见刘备 那当时刘备看到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来见他 原本不以为意 不过呢 这个时候诸葛亮分析天下大事 讲的是头头是道啊 结果就让这个刘备大为改观哦 所以后来特别奉他为上兵 那这也就是后来真正的三国茅庐的故事 那不过呢 我们会说 如果只有魏略这么说的话 可能还不足以取信 那有趣的是还有另外一本史书 那就是西晋的九州春秋也是这么记载 那如果有两本书都这么记载的话 那这样一个三顾茅庐的史实 可能就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也就是说不是刘备特地去三顾茅庐 而是诸葛亮先去求见刘备 唱谈天下大事 对让刘备留下深刻印象之后 因为后来自己欠缺君师 才想到这个年轻人 特地到南洋去请诸葛亮出山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再把他跟前面取丑妻做结合的话 就可以发现说 诸葛亮胸怀大志 真的很希望能够一展长才 那于是我们来看说 诸葛亮为什么在天下群雄之中 特别选了势力最弱的刘备的话 也许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诸葛亮真的想要一展长才 那当然是投靠势力最大的曹操 或者是孙权会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为什么诸葛亮没这么做呢 原因是因为当时曹营人才济济 那没有什么家世背景的诸葛亮 如果投身到曹营之中 很可能要经过了很久的努力 才有办法展露头角 那如果他投靠孙权 虽然有他的兄弟在这边帮忙照应 可是孙权这边他用的多半都是自己人 那以诸葛亮一个外来的闲事 要迅速得到信任也有困难 那如此看来的话 那可能刘备就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刘备当时首边没有什么好的人才 那所以诸葛亮一投靠刘备 马上就可以当上军师这个重要的职位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那他会选择刘备 那是其来有志啦 那不过这样的一个角度切入呢 忽略了诸葛亮对于乱臣贼子如曹操的痛恨 也忽略了刘备李贤下士的知欲之恩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并不全然客观全面 不过呢 有些史实总得要去除掉主角的光环 才能够让真相大白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诸葛亮 来还他平凡人的身份 也不失为一个解读的角度 在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最快智人口的计谋 就是草船借鉴 那说的是诸葛亮初始到孙权那边 却遭到周渝无礼的刁难 那不过还好诸葛亮使尽计策 来去完成借到十万只鉴的要求 那因此躲过一劫 那不过在正史之中 这个曹传借鉴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存在 因为他的主角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位略之中有提到说 其实呢 当时在建安十八年时 曹操攻打孙权 那孙权因此冒险夜成小船 想要去探测敌营虚实 那知道在探测的过程中 被曹营发掘 那曹营赶紧往上承报 那于是曹操就下令 给我放箭 结果这一放箭呢 箭如雨下 让这个箭全部都射到这一支 孙权所乘坐的小船一边 差点就要翻覆了哦 那还好这个时候孙权集中生智 吊转船身 用船的另外一面来去承受这些箭语 结果呢 这样的一转身 就让两边的重量平衡 那孙权因此能够躲过一截 所以意思就是说 草船借鉴的主角不仅是孙权 而且孙权也不是特地借鉴 只是为了脱险才想出这一招而已 那我们就要问啊 如果孙权并没有草船借鉴的话 那历史上谁曾经有借过鉴呢 倒是有个人 那是发生在唐代的张巡 我们都知道唐代有发生所谓的安史之乱 那安史之乱大军来进攻张巡守的衰扬 所以张巡死守衰扬啊 结果两军僵持了四十多天 那张巡的弓箭都射完了 那该怎么办呢 无疑抵御安禄山军队 所以张巡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找人连夜做了一千多个稻草人 让这些稻草人通通穿上黑衣服 然后趁着某一天夜黑风高之时 用绳索把它锤掉到城下 结果安禄山阵营突然发现 有什么人影晃动呢 研判应该是张巡想要带领部下来去进行偷袭 所以他们连忙放箭 结果安禄山这大军这箭雨一发呢 让张巡因此得到了十多万支箭 所以这一个借箭的故事发生在张巡 所以可以推测的是 那罗冠中呢 在听到了孙权以及张巡的故事之后 把这两个故事结合 套用在诸葛亮身上 这才有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草传借鉴这件事情 那不知道是否有颠覆大家的想法呢 那另外诸葛亮另一个快智人口的一个故事 就是他曾经用七星灯续命 那说的是当时诸葛亮跟司马懿打得不可开交之时 突然夜观天象 哎呀发现自己命不长久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来就是用七星灯续命 那不过呢 这个七星灯点到一半的时候呢 突然被魏妍闯进来 弄熄了七星灯 因此让续命大法中断 那当时诸葛亮敢看了说 这是天意啊 不是魏妍的错 可是呢 这个用七星灯续命的故事呢 我们在汉代或者是三国时代 通通没有任何七星灯的食物出土 那再加上说 他当时也没有任何记载 有提到七星灯的故事 就算是北斗七星 这个名词也要到汉代的尾书 春秋运斗书里面才提到 所以到底是否有七星灯 这个东西也是很令人质疑 民间式传说说七星灯是由西州 那个开国国师江子雅所传 可是呢 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相关的仪式 跟续命的大法 那只有到了唐代的时候 倒是在道教仪式之中 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所以估计罗冠宗应该又是拿了这个 唐代的道教仪式 套用到诸葛亮身上 这才有所谓的七星灯续命的故事 各位不知道是不是也因此又再被颠覆一次呢 那讲到这里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那又没有草船借鉴 又没有七星灯续命 那到底有什么事情是诸葛亮的聪明才智 所能做到的呢 那其实还是有的哦 那就是他的发明 那在史书记载说 诸葛亮非常擅长巧思 那所以有笋翼联弩 木牛流马 那都是出自他的创意 民间是传说有很多的武器 通通都是他发明 也就是什么火兽啦 地雷啊等等 可是呢 真正记载在史书的 就是这两大武器 那一个就是诸葛联弩 一个就是木牛流马 那说到这个诸葛联弩呢 他很特别 以铁为史 长八寸弩石枝 那也他的外形呢 就像是架在冰车上的火箭炮一样 是这种类似这样的武器 然后呢 他在拉动的时候 大概需要七八名士兵 那不过呢 威力非常的惊人 只要这七八名士兵挂旋 张弓放箭 放出去的箭 无不所向披靡 那重者即使 所以当时啊 诸葛亮跟司马懿在对峙的时候 属兵的人数是远远不及 朝魏阵营的士兵 但是为什么都能够僵持不下 那据说就是这个诸葛联弩 占了莫大重要的地位 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那除了这个诸葛联弩之外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那个就是木牛流马 那说起这个木牛流马 为什么会出现 那是因为四川这边真的是道路崎岖 我们都知道说四川这边有一句话说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你看哦 要过这个蜀道 就是四川的道路 就跟上青天一样难 你看那道路多么的崎岖难行 那就更不要讲诸葛亮大军 还要带着物资跟军粮来走在这样的一个 崎岖蜿蜿的小道上 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诸葛亮使尽巧思 做了这个东西叫木牛跟流马 那比较大的 可以载比较多东西的 那就叫做木牛 那它的腹部可以装东西 大概可以装六百五十斤 那如果是比较轻巧 而且体积比较小的 流马的话 它可以载运一百四十斤的东西 然后呢 它可以单独行驶 也可以组合行驶 那单独行驶的时候 就是利用大军 然后大家一人推一支 那据说它的速度 一天可以走七八十里 那如果是人手不足 实在没有办法人手一支 怎么办呢 诸葛亮很有巧思哦 还可以让这些木牛流马 全部组合陈列 然后有一个人操作 那当然一个人要推动这么多支 会有一点困难 所以它的速度就变稍慢 也就是一天大概一二十里 可是用少少的人手 就可以达成再运粮食的目的 这样的CP值也是很高 对不对 那当然也有人会说啦 那万一这个木牛流马 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 诸葛亮早就想到一个方法了 那他呢 在牛的舌头这边 做了一个机关 那只要在这个机关上 拉一下 那整个木牛流马 内部的机关 就会停止运作 即使你把它剖成两半 也都没有办法 让它再去前进 而且就算你剖成两半 也无法破解 木牛流马的运作方式 你说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很神奇 而且它这个舌头上的机关 等于是诸葛亮 为自己的专利发明 上了一个保险 对不对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诸葛亮死后 就已经失传了 那根据南奇书的记载 说当时有一个 著名的数学家 兼发明家 朱冲之 曾经有成功的 还原了这个木牛流马的制作 不过呢 他也没有把制作方法 流传下来 所以这么具有巧思 而且先进的载运之车呢 后来就失传了 不过我们要讲说 能人辈出 那中国大陆 在乌鲁木齐那边 有个农民 叫做王立江 那这个王立江 偶然看到三国演艺木牛流马的故事 觉得很有趣 那他本身是一个农民 可是他对木匠呢 是自小接触 所以呢 后来他就收集了许多的资料 居然成功还原了这个木牛流马的设计 我们可以从图上这边看到 他设计出来的木牛 好像就跟历史上所记载的外形 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只有一个地方有差异 就是诸葛亮把这个机关的一个 这个设置 设置在牛蛇 而这个王立江呢 则是把它设置在牛尾 那当然设计出外形 谁都做得到 那不过呢 总得要试试看 能不能真的推动嘛 所以他曾经有 做出比较大的实物 来让人推动 我们从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人就是这样子推动 结果真的可以让这么庞然大物 就这样子顺利推动 你看有没有神奇 而且据说他的速度 还跟这个史书上所记载的速度 差不了太多 甚至还比他快一点点 所以这也就代表了说 诸葛亮的木牛流马 他真的有这样的发明 但是你想想 现代人运用了现代知识跟科技 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木牛流马 可是诸葛亮在这么多年前 就已经发明了这么先进的东西 你觉得诸葛亮的材质 有没有令人觉得刮目相看呢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 也有民间传说说 有许多的食物都跟诸葛亮有关 像譬如说卧龙茶啦 诸葛菜啦 诸葛烤鱼等等的 还有我们平常大家 每天都在吃的一个东西 也跟诸葛亮有关 那这个东西就是馒头 那说起这个馒头 为什么会出来呢 那根据史料记载说 当时诸葛亮去攻打南蛮 结果大军到了卤水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地方 葬立之气很重 而且水中也有含有剧毒 结果当那些蜀兵呢 不小心接触之后 就开始生病 那于是大军生病 士气低落该怎么办呢 那于是呢 就有一些士兵 跟诸葛亮建议说 我们不妨把这个南蛮 俘虏的人头砍下来 来祭拜和神 你看如何 那诸葛亮当然不会做这种 多兆杀虐的事情 可是他也希望能够稳定军心 所以他做了一个小小的便通 那就是用面粉或水做成人头的样子 就是南蛮俘虏的人头的样子 来丢到河里面祭拜和神 说也奇怪 这样子用这个做出来的馒头来去祭拜和神 也可以通过耶 所以后来大军安然无恙渡过卤水 那不过这样的面食后来就流传下来 称为馒头 那不过大家后来觉得这个馒头馒头 馒人的头 听起来有点可怕 我们吃馒头不好吧 所以才改为现在常用的馒头 那这也就是馒头的传说 那不过呢这样的一个传说在史书之中 最早要到宋人的著作里面才有提到 而且在魏晋时期也都没有相关史料来做记载 就算是馒头一词 最快也要到西晋的时候才有出现 因此呢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说 说诸葛亮发明馒头这件事情应该是无稽之谈 根据史料记载 诸葛亮始于五藏元 不过呢目前现有所有的史料都没有提到他的死因 那在承受的三国字里面有提到说 量疾病足于君 意思就是说他因病在君中过世 可是呢只有提到他病逝 也没有提到他的死因为何 那不过呢在魏书里面倒是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诸葛亮又会呕血 那一夕烧银顿走 后来才会盗发病足 那从这一段叙述来看 也就是说诸葛亮是吐血之后 没多久就身亡 因为呕血就是吐血嘛 那因此呢有人才会说 诸葛亮就是被司马懿活活气死啦 不过呢我们平心而论 这个呕血也不过就是吐血 那是一种症状不是死因 那到底真正的死因为何呢 那还是很令人觉得起人疑斗 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那诸葛亮不是死于急性病症 因为啊在诸葛亮死之前 还可以交代后世 那由此来看的话 诸葛亮不会是罹患什么脑中风 或者是心肌梗色这种瞬间会夺人性命的急症 那他罹患的应该是属于慢性病才对 那什么样的慢性病有可能呢 那就有可能是胃溃疡或者是胃癌 这种消化系统的疾病 那怎么说呢 因为在出诗表里面有提到说 他树叶幽叹 那另外呢 也有提到说 他寝不安息 食不甘胃 所以意思是说 他自从跟随刘备之后 寝食难安 那在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当然也没有办法好好吃饭 那这也就造成 他消化系统会出问题 那所以有人推测说 很有可能就是他有胃溃疡 然后有吐血的情形 这才会导致他后来病重身亡 那因此呢 有人综合了这些史书上的记载 对孔明的死因 做了以下的诠释 说啊 诸葛亮在军中一定是忙于策划 没有什么时间运动 所以他是少运动 再加上高强度骚脑 那压力大之下又饮食不定 那后来罹患了消化系统疾病 跟心血管疾病 那事实上在未略之中有提到说 司马懿非常关心诸葛亮的情形 有特别问使者说诸葛亮最近情况如何啊 那使者告诉他说 食少是凡 也就是说吃得很少 但事情却很繁重 那司马懿一听呢 就说哎呀 这个诸葛亮命不久矣啊 那其实也可以想见得到 你压力这么大 那吃又吃不好 睡又睡不好 身体健康不搞坏 这才奇怪 所以这样的一个综合规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 感谢观看